目前各家的旗舰款新机已经全部就位 今天我们不聊参数 不看价格 单纯比比他们的外观 谁更好看 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iPhone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iPhone就是手机领域的设计标杆 把它拿在手上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精致 这个精致来源于苹果对于玻璃以及金属的极致打磨 所以不管每次发布会上的时候 你看图片觉得它怎么怎么样 但只要一拿到手 那种感觉就是让人很喜欢 那当然如果说缺点的话 它也是有的 那就是这个设计非常保守的边框 以及这个顶部的大刘海 华为P50 Pro 这是我在这一堆手机里面 做主力机时间最长的一款手机 这台手机在辨识度上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这两个圈只要拿在手上 离得再远别人都知道这是华为 另外它的轻薄度也做得非常好 是这一堆手机里面最适合被女生握持的 三星SRUltra 这是一台充满了争议的手机 从正面看 无论是它屏幕的整个边框 还是它的屏幕素质几乎无敌 但是将手机翻到背面 我认为它摄像头区域的设计就有点偏简单了 没有太好的过渡和沉接 只是在需要的地方打个口 另外它的S-Pen也是一个偏两极风化的产品 喜欢的人是真喜欢 日常拿来写写画画记录都非常的好 但是不喜欢的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拿出来用一次 我们要Magic 4 制真版 这是我认为在这一堆手机里面最适合男生使用的手机 背部隆起的这个脊背很有力量感 而且中间这个谬斯之眼的设计也很有自己的风格 但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我认为这台手机略微偏重了一点点 如果能轻一点手感会更好 Vivo X80 Pro Vivo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手机辨识度 这次方圆之镜的设计就很成功 虽然从表面上看它这个摄像头模组很大 但是无论是摄像头的凸起程度 还是它整个握持的平衡感做的都非常不错 而且它Orange OS的整个系统设计 在这一堆手机中也算是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唯一要说遗憾的呢 就是它这个长焦镜头设计在了这个圆的外面 有点打破这个平衡 那最后也是我个人在这一堆手机里面最喜欢的 OPPO Find X5 Pro 它背部的设计是最简洁干净的 尤其是这个环形扇的曲线 很好地把摄像头融为一体 对比一下同样是白色机身的手机 是不是OPPO的更简洁概念 除此之外在整个手机的轻薄性 握持感以及屏幕上也都是可圈可点 以上呢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那在这一堆的手机中 哪台才是你的菜 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